大公報 曾玉成記反對派善意回應會面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6大公報信 記者陳聰報導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週於立法會答文大會上指 政府會根據《基本法》處理好行政和立法關係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昨日表示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雙方便工作 要靠互相接納及包容 通過理性溝通才能建立 他有稱行政長官已開始若見反對派議員 希望反對派以善意回應 利用回眠機會處理民生、經濟發展等事務 曾玉成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向傳媒提及立法會議員 日前在答文大會上的表現時稱 議員不應打斷行政長官的發言 而他作為立法會主席 會根據議事規則去維持秩序 至於議員的表現 應由公眾評價 他強調 議會大部分時間都依規則運作 議員認真審議發探 與當局討論政策問題 為市民迷頭苦幹 曾玉成又說 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雙方面的工作 行政長官已表示會嘗試用各種認識 與不同黨派包括反對派會面 他希望反對派被邀約會面時用善意回應 因為行政立法關係要靠互相接納及包容 通過理性溝通才能建立 他亦期望 反對派利用回眠機會處理民生 經濟發展和市民關注的事務 相信是社會期望見到的 至於上週四的立法會大會會議 受颱風影響而暫停 今日燭會 主席曾玉成相信 今日可以完成如下的議程 預計需要5至6小時討論 他已通知議員 會議最遲晚上10時會完結 相信不需要借用財委會的時間 另外 針對反對香港大學校委會 暫緩任命學術人士及資源副校長的 港大校友聯署 曾玉成表示 作為校友和立法會議員 並不應該干預港大校內的事務 又認為港大只是依一般程序辦事 所以他不會參與聯署